今天我们华人故事的主题是惊险 那么怎么个惊险法呢 您听说过在拳头上跳芭蕾舞的吗 这么小小的一个面积 上面要站着一个大活人 怎么样 惊险吧 让我们一起去新西兰的一个华人杂技团看一看 这是新西兰首都奥克兰的一个杂技表演团 今天晚上 这里将会有一场盛大的杂技表演 演员们正在紧张地排练 画面中您看到的是今晚最难的节目 拳上芭蕾 这个动作是拳上芭蕾的精髓 王子要用两只拳头把公主高高举起 而公主则要在拳头上立着脚尖舞蹈 那么这次他们会成功吗 一 二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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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 菲菲站在拳头上没多久 由于重心不稳就掉了下来 那么一个人是怎样才能立在不足十平方厘米的拳头上呢 这拖是干嘛的 因为 那么这个站在他手上也不平稳 也太疼 站在这 也没有注意 这是后来发现的吗 就是练的过程当中才发现有不足十平方 对 然后这是让我爸给我看 邓润飞今年十四岁 他的搭档陈诗磊今年二十二岁 他们都来自新西兰的泽卡马戏团 单就这一个动作 他们两个已经练了整整一年半 可是按照诗磊的计算 成功率还不到百分之四十 看来其实是没什么 但是这是一个轴 是活的吧 肩膀是活的 这是活的 你看一截 两截 三截 他脚尖这样站进去 这也晃 这也是一截 然后他脚腕呢 他脚腕也得硬住 他一软 脚都又变 脚都变意味着什么 掉 脚不过来 根本找不到 脚砰 瞬间要掉 飞飞说 两人为了练成这个最高难度的动作 好几次都从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你看我这个手 我就保护他 这一个指头大到他的腿上 我一扔 一定我劲了特别大 我一扔一转圈那个动作 他直接跑到那边去了 我才吓得我 他头从地的 头从地还在旋转 他如果掉地下就完了 就完了 真的是完了 然后我齐劲刹一步 这一个指头 这个手都没够着 这一个指头这样够他的腿 当时我这一溜 咯把咯把响 晚上六点 观众们开始陆续入场 由于新西兰很少能看到 来自中国的古老杂技 所以马戏团的每场演出 都是作无虚习 飞飞和石磊也开始在后台准备 他们则先要表演 肩上芭蕾 整个表演 飞飞都是站在石磊的肩上 和头顶进行 这也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表演 最后 石磊要用双拳 把飞飞高高举起 表演拳上芭蕾 那么今天的演出 他们能成功吗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菲菲的表演给新西兰的观众 带来了一阵阵的惊叹 获得了全场观众的喝彩 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舞台上每一分钟光鲜的亮相 都是台下无数汗水和泪水的累积 我们发现在施垒的肩膀上 菲菲踩过的地方 有着一大块伤疤 冬天我这时候刚练习玩 这一层坯全烂了 然后第二天他磕尖了吧 磕上那个巴之后 他就放上去站 站上去没事 然后他再站一拧 连尖 那个隔尖 跟那尖带那个肉 那个嫩肉 我冬天特冷 一拖特冷 冬天 林小姐 我还一转 他喊 带着珍惜 刮了流血 这么苦怎么不放弃呢 换一个动作 因为为什么呢 这个动作为什么几乎没有人会 因为这个就难 又难 他又受罪 所以我们停过来了 飞飞和室内对新西兰并不陌生 这是他们第二次来到这里巡演 泽康马戏团是全世界第一个 由大陆华人创办的海外杂技魔术表演团 他们的总部就是河北杂技学校 这支海外表演团总共有18个小演员 平均年龄只有18岁 每个表演周期是两年 从新西兰最北边的卡塔亚 到最南端的因佛卡吉尔 行程10万多公里 两年间 他们几乎走遍了新西兰的每个城市和村镇 走到哪里就演到哪里 那么这个18人的团队 是怎么在海外生活的呢 三月的新西兰还有着一丝丝的凉意 天高亮 石磊作为团圆中年龄最长的一个大哥哥 第一个起床 他们在新西兰的家就是这辆房车 虽然看起来居无定所 但是孩子们说 这叫车轮上的家 洗手过后是早餐时间 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 再握上个鸡蛋 就让孩子们开心的上午了 虽然小饮员们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海外演出生活 但是对于年纪十几岁的孩子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就觉得好玩 有往上跳的 有往下蹦的 特别好玩感觉 所以就留着了 飞飞出生在四川成都 学习杂技的时候才七岁 正是上学的年纪 那么让一个七岁的孩子 出来学习杂技 他的家人会同意吗 其实我家不是特训练什么 其实挺反对我练这个的 觉得对我身体也挺有害的 但是我真喜欢练 所以才留着 那你的那个高兴或者愉悦 来自于哪 比如说练功啊 练成练成一个心腹啊 什么那种感觉 非常高兴 有种成功的感觉 对 对吧 对 飞飞用行内的话说 是天生的杂技苗子 除了身体的柔韧度很好之外 和一般杂技小演员不同的是 飞飞练功特别的自觉 啃下苦功夫 从来都不用老实操心 这练了多久了 她光靠顶靠过你 光倒立的靠过你 和飞飞不同的是 室内的阻击是河北邢台 她当初选择练习杂技 跟一次逃学有关 因为性格天生好动 总喜欢玩上一些危险 有挑战性的东西 11岁那年的暑假 面对着一笔没动 堆积如山的暑假作业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不想上学 晚上就开学了 我又挨揍了 我在外面发展一天 我找家长过来 然后正好一个人过来招生 说谁去练杂技啊 我说我去 我说我去 然后我爸就在吓唬我 说练杂技可就是受罪嘛 都听着杂技苦 我说没事 不发 只要不写作业 对 对 只要不写作业就可以 然后说老师说让你上树 让你上阵高 停住 你就得停住 然后突出一点棍 一棍打你 我说没事 不发 怎么说不发 我就是去 从那以后到石牙庄 一直到现在 快11年了 由于身体素质好 石磊如愿 被河北省杂技学校选中 开始了与同龄人 不一样的人生 最初练习杂技的时候 让石磊异常兴奋 这就是她喜欢的 惊险刺激的感觉 而她也很快地 爱上了杂技表演 虽然在团里 菲菲和石磊都是最勤奋的 但是两个年龄 相差八岁的小演员 怎么会成为搭档呢 11年的时候 身上起了水垢 他那种小特爱 他倒了这底下 倒了这底下 特别明显 特别记得特性 正高 不是 然后起水垢嘛 这水垢不是传染吗 谁都不敢跟他 在一块待着 那时候我也不认识他 然后我就每天抱他 他就想抱他 我说没事啊 我哥哥给拍你 我每天抱我 正是这次生病 让两人成了 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杂技团的老师 看到了两人的默契 便选中了 他们俩成为搭档 在杂技的舞台上 最难练的 就是两个人的对手 讲究技术 配合 更重要的 则是信任 成为搭档后 二人开始为共同的梦想努力 飞飞说 虽然不能跟其他同龄人 一起上学 但是比起还在学校 上学的孩子 他们对自己的未来 有着更明确的目标 我们现在嘛 自己想要追求什么 自己知道 我们就准备去打个比赛 然后拿了什么奖的 那个名誉 在国际上 国际上也知道 准备打个国际比赛 走上杂技这条路 对于施磊和飞飞来说 也许都是偶然的 但用施磊的话说 成功当中 没有偶然 也许出来的还不打独立 看着 记得是明天 人间行为什么干不行 都想不来 家人家把你送过来了 既然你喜欢的 家人支持你 需要不要干活吗 你干不好回去还是失败 干什么也不行 干什么就要干 整一呼吸 对 必须 在距离新西兰不远的澳大利亚 也有一位华人 每天的工作都跟惊险打交道 墨尔本的非果营杂技学校 是专业的三连制杂技学校 现在有一百多位学员 全部都是澳大利亚人 不过这些羊面孔背后 有一个共同的总教练 那就是来自于中国的 吕广荣 吕广荣在这里教杂技已经28年了 28年来 在吕广荣的培养下 走出去的学员已经超过500人 在这其中 有很多都已经成为了知名的杂技演员 那么吕广荣一个中国人 为什么会来到澳大利亚 教授杂技呢 吕广荣出国前是国家一级杂技演员 他从11岁开始进入南京杂技艺术团 先后得过上百个大奖 以代表国家在世界各地寻回演出 由于经常来澳大利亚演出 1987年 当地一家杂技学校找到了他 希望他能够留在墨尔本职教 当时已经30多岁的吕广荣 快到了退役的年纪 经过了再三的犹豫 决定留在澳大利亚 开始新的生活 完了以后 来了以后 他就觉得不行 咱跟这个社会差别太大 你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也咱国内不咱就公务员了 国家外部 养老了 养老了 知道退休了 他就这个了 你在西方生活 你等于从头来过 我就心想麻烦了 我得重新给自己充电吧 令吕广荣一筹莫展的最大因素 是因为此时的他 一句英语也不会 要怎么和学生沟通呢 这个身体语言 是吗 就这样 那么这有个过程 这确实有很多人觉得 语言很困难 很多人觉得语言很辛苦 可是我倒是从来没那个感觉 因为我有一个 我总是鼓励自己吧 我说你语言这困难 没有练功苦吧 你把他当练功练 那不就完了吗 吕广荣刚到澳大利亚后的两年间 白天他是老师 晚上他就成为了一名学生 他不但学习英语 还学习了澳大利亚的经济 政治和法律 然而攻克了语言难关之后 异国教学 还是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西方有个特点 西方有个特点 他们一直问你why 那why 是吧 为什么这么做 他始终 那么你也从 你不仅仅要从理论上解释得出来 你还要有科学的根据 生理学的根据 我为什么这么做是对的 你要有生理学的根据 他国内谁这么教 没这么教 师父让你这么干 你去这么干 这里不行 这里的学生会问你的 可是学生不停地提问 让吕广荣陷入沉思 他要怎么给学生解释呢 于是他开始学习各种理论课程 体育学 生理学 营养学等等 除此之外 李广荣还发现 东西方对于练功的观念 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中国人你教员 你不吃苦你练什么功啊 你不吃苦你出什么名啊 西方人呢 unless you enjoy the process you're not going to be success 所以你得把这个教工的东西 弄得非常有兴趣 所以它会长久地发展下去 他们不认为说 我做这个东西 是一定要吃多少苦 对对对对 他要享受这个过程 因此苦练在这里是完全行不通的 寓教娱乐才是西方人认可的教育方法 吕广荣不但要把音乐舞蹈武术 都融进杂技里面 更要把他们的文化融进来 比方说我下面教一个Oborigine 就是当地土著人 他学皮条 皮条是中国天津的 北方的节目 皮条的来源就是以前的江绳 江绳演化成皮条 演化成杂技节目 那么它是土著人 那么你说你怎么能最好地要转化它 成它的文化呢 我说你演进了这个节目 你必须要有你本文化的泥土的风向外 我说你这舞台设计 你后面要有通影 就是森林 舞台上有几个石头 有几个石头 加个皮条 那么它跟森林就融合起来了 这就是一段吕广荣的学生演出的视频 在吕广荣的指导下 从舞台的设计 再到节目的编排 都跟中国的皮条演出 有着很大的不同 除了教学方法的不同 吕广荣说 异国执教还有一个最大的难点 是保护学院的安全 虽然杂技本身 就是一个具有危险性的职业 受伤在所难免 可是由于这里的孩子 基本功并没有中国孩子扎实 训练强度稍微增加 都有可能让学生们受伤 李广荣还是想出了一套独特的方法 那么他这个 你到这个程度的 在我们国内就直接这么教了 那么在这儿 你必须一来一来一来 你看 你看 我就必须做这个 看见没有 那么这个跟它什么关系呢 对啊 对对对 这就非常安全了 那么它就避免一个问题 避免你静得太快 造成受伤 你准备工作要非常非常多 2015年5月 由于吕广荣多年来 把中国杂技带到了澳大利亚 并且为澳大利亚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 他被授予了英国班寿的 OAM薰弦 这也是澳大利亚 对吕广荣在杂技艺术上 做出巨大贡献的认可和最高评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